政治焦点要关心的这是余宁县长苏志芬 他所涉及的景美垃圾场 还有长庚医院的余宁分院收惠弊案 在一审被起诉求刑15年 这个官司缠送了两年多 今天下午4点宣判 苏志芬亲自到场来聆听 他得知自己无罪那一刻呢 说心情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本来就认为自己无罪 是地姐摆了大乌龙 余宁县长苏志芬 官司缠送两年多终于宣判无罪 他却脸色凝重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真的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对这个案子我本来就无罪 这个案子自始至终 我个人感觉地检署搞了个大乌龙 我从来没有贪污任何一毛钱 我也希望程序的不正义 能够从书案让台湾的社会 有所检讨 尽管场外挤满热情支持者 苏志芬的心情仍旧沉重 不满官司一开始未传集军 又罗志多项罪名给他 现在就算无罪 他也已经做好面对二审三审的准备 小英主席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说从事政治是个高风险的行业 从事政治是个高风险的行业 为什么呢 我原来以为从事政治是个高尚的行业 是个高尚的制业 如果司法没有在背后支撑一股正义的力量 那么政治的话就会变成龙龙 政治就会变成斗争的工具 苏志芬案批司法也不断感激身边三位律师 另外神秘的感激一位朋友不动如山 苏志芬涉及景美垃圾厂 以及长庚医院云林分院收回弊案 一审起诉求刑15年 官司残送两年多 最后两件案子多以证据不足 没有证据证明有对驾关系 或是其他相关涉案人不具公务人员资格 因此一审判苏志芬无罪 也让绿营人士士气大正 三室廖的温泉源SN小组云林报道 好 刚刚是苏志芬